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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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欢迎收看TPN News 咦 你在寫什么 我在记下教会的最新动态 底兄姐妹 你们一起记下 来到4月7日有家长组长核心会 时间是两点半 地点是殷林中心 请各位家长 助理家长 组长 助理组长 核心出席 我真的很感动 为什么这么感动 因为我上了两堂F09的新旧约导读之后 我发现原来旧约圣经 都是很有趣 很精彩的 我还在当中了解圣经的密络 和更加认识神 还有 我终于出了埃及了 耶 我都很感动 参加了F03 基督徒生活方式上之后 我学习到如何在生活上活出基督的样式 这么正的圣经学程 大家记得要来 还有记得温书和做功课 好啊 以下就是上堂的日子和时间 以下就是测验的日子和时间 4月14日 礼拜日 下午的三点半钟 在葵坊的复兴教会 将会举行一场名为关爱同行的研讨会 这次的研讨会 是让大家对同运有更深的认识 和了解基督徒现在面对的冲击 没错 并且教导弟兄姐妹 如何跟你身边一些有同性性倾向的人士 去沟通和关爱他们 嗯 鼓励弟兄姐妹一起出席啦 到时见 好 咦 Shirley 又会在这里碰到你的 你拿着一袋二袋是什么 是啊 拿些旧衣服去扔 哇 这些都是旧衣服啊 是啊 好新赞啊 是啊 最后有两次而已 不过现在不合着又换季 所以就扔了 哦 好像很浪费 我知道有间机构 可以捐些旧衣服去二买 咦 那么好哪间机构啊 就是新移民服务协会啦 那间机构在哪的 可不可以带我去啊 咦 Shirley 又是你 我常常找到你 你拿着这个东西干什么 扔吧 蛤 坏了吗 不是啊 九成新的 不过我买了一部新的东西 所以就打算扔了它 哇 好新的啊 扔了它好像很浪费 我知道有间机构呢 可以收集这些旧的电器去移卖的 蛤 难道就是新移民服务协会 没错了 就是香港新移民服务协会啦 咦 Shirley 又是你 又是你 你今次有去扔东西啊 不是 今次我去拿新的玩具 和文具 拿去香港新移民服务协会 捐了它 哦 这次你真的很聪明啊 当然 还要带弟弟来 当然啦 因为我也有东西捐嘛 我打算捐了一包烧鱿鱿鱼 和一些糖 咦 但是这些是你吃过的啊 是捐的话 就捐一些新马的 和未过期的食物 给新移民服务协会啦 哦 那好吧 等我买过再捐吧 是啊 是啊 阿希啊 你知不知道 我们教会最被人称赞的是什么呢 当然知道啦 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很愿意 墊底 保位 涉位 就好像我们愿意在不同的聚会里面 卫生做招待的服侍 那样嘛 没错啦 凡哥和Kevin 将会在未来的主日讲道里面 讲 TPA DNA的精神 我们呢 将会有分为两部分的 第一部分呢 就会讲我们的意仗 爱神爱人 福兴家社国 之后呢 凡哥和Kevin 将会分享 我们敬拜会 基本法13条 想知道我们教会有些什么特质 就要密切留意我们的主日讲道啦 未来呢 我们将会有一段短片 介绍我们教会 和荃湾这20年来的成长 咦咦咦咦 还有就是会讲及我们的领袖 如何卫生在教会的服侍 和建立人方面的 想留意这些这么精彩的内容 弟兄姊妹密切留意啦 5月5号将会是我们联合主日的大日子 地点呢 将会是月来酒店 今次的主日呢 会天灵二三四五都一起的 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的联合主日啦 今天的TPA News就差不多啦 拜拜 拜拜